我们在这种前后都有障碍物的急窄路段掉头或者是开车时 新手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一到这种比较窄的路面 前后都有障碍物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掉头呢 可能说侧方位出库咱们还比较简单 但是一到这种前后都有障碍物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开车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看点 今天车哥就教给大家几个技巧 首先我们要先上车以前 记一下技里 比如前面的技里 这个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我建议大家是前面是不能退了 来后面我们要看一下 后面这个技里至少还有40到50厘米这么远 所以我们就记一下技里 第一步那么我们就是往后退 如果是前后技里一样 那么我建议大家就是把有一个技里做到极限 另一个技里流出最大 就像车哥这样的 把前面抵到最前面 那么后面就好记 那么上车以后 我们第一步要记的就是咱们的这个高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我们的视频中看出去 我们的前面的车头线盖入的高度 就是极限高度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高度 为了好让大家记住 我现在下车去画一下咱们的这个高度 把它记一下 来这个高度大概就是来我看一下 大家可以能看到吗 现在是我画的这个高度 一定要在我画的这个高度以下 能看见一点 就是这里 能看到吗 就是我们的高度要在这个粉底以下 那么我们再来掉头就非常的好掉 那么记住以后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记住了那个高度 就是我们的车头 不能盖过前面的那个小红点 记住哈 前进的时候车头不能盖入红点 来我们倒车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车影像 或者是可以看后视镜 我们有了小眼镜 能看见后面的车轮位置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后视镜看 看大家喜欢看哪一个 如果是新手 我建议大家可以看到车影像 那么第一步哈 那么就是退的时候哈 往右打死 退 看你是往左还是往右哈 我们退的时候来 咱们可以记一下 当红色的点和咱们的这个重合的时候 咱们还有一点距离 对不对 重合了哈 说明我们的后面的距离还有 那么这个时候哈 我建议大家就不用退了 那么我们就往前 往前的时候记住 那个红色的印记没有 红色的印记哈 我们不能超过红色的印记 来往前开 新手可以这样看点 来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我们的红色印记 刚好和咱们重合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过了 那么我们又往右打死 往后退 退的时候也是看后视镜哈 那么前进的时候一样的 来 往左打死 往前 一样的看着那个印记 我们的印记也可以要延伸过来 知不知道 来 能看到吗 咱们的印记哈 已经盖过咱们的车头了 只要要超过 以下 那么我们就不要了 这个时候啊 我们往右打死 往后退 那么前面也是那个印记哈 请慢 一定要学会印记平移过来 看着咱们的 平移到咱们的这一个车头的这里位置 所以我们不能超过 然后我们就往左打死 往前开 其实这种 来 已经过了哈 高度 是不是 退的时候哈 也是往右打死 往后退 是不是 记住这个高度啊 最高的地方就是咱们的右侧车头脚 现在最害怕的是右侧车头脚 对不对 然后我们退 那么退到一样的哈 只要有障碍 有物点 我们就看红色的 然后往左打死 往前进 对不对 前进的时候 其实这样已经能过了 如果怕的朋友可以再退一步 再前 但是我们这里哈 可以一把就过 其实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那么 线倒车或者是在窄楼掉头 或者是出库的时候 只要前后车辆的车机 加起来大于40以上 那么我们的车辆都不会刮寸到 我车哥哈 希望这一个小小的技巧 能对你窄楼掉头 或者窄楼开车 有一点点帮助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